其实那时候没有多少老外 然后也没有多少地方老外能见面 可能有一两个酒吧 一旦那些酒吧 我就发现你可以碰到一些可能一些特别大的那种公司的头 然后我就求他们你给我一个工作 在北京打工时 江森海开始留意观察这个城市里一些有趣的事物 业余时间他就背着他的照相机去拍照 他拍的照片既不是人物照也不是风景照 尽是些不着边际的物件 什么地铁站牌公交站牌楼号牌灭火器标志 马路上的木牌等等等等 这些玩意全是老江镜头里的主角 我特别喜欢这些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东西 中国人北京人他们觉得对他们说不值钱 但是在我的眼里来说 这些好多东西特别特别复古 原来江森海特别喜欢北京的味道 也就是精味 他喜欢北京这种浓浓的文化氛围 他说收集的这些东西最能够体现一个外国人眼里的北京城 所以他要用镜头把它们拍下来 随着家里收集的物件越堆越多 照片也堆了一大堆了 老江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大伙是越看越糊涂 租下隔壁的空屋 他把自己收集来的东西搬进了屋子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妻子劳拉向来都很支持江森海 他认定老江是个有想法的聪明人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说起劳拉与江森海的相遇 还有一个浪漫的小故事 认识 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朋友 一看到他 我知道我们俩会有一天会特别好 他也是这么一个感觉 他把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地铁票 他就去一个那个地方把他那个票长大放大了 然后他就来我家就带了这个 他是从地铁过走过去 他是把那个那么大的票就来我家 然后就给我看 我觉得哇 对可能一两个星期认识他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有意思 这个颇具创意的礼物 让劳拉怦然心动 于是江森海就这样 娶到了漂亮的加拿大姑娘劳拉 所以从第一天见到他 我每天都给他发短信 很快就结婚 很快就生孩子 娶了老婆安了家 江森海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四处游荡了 他慢慢觉得自己身上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于是他一直琢磨着得做个小生意 让自己安顿下来 所以他就不断的收集破铜烂铁四处的拍照 原来他是想在这些老北京特色的物件里寻找一些灵感 他到底想做什么生意呢 房子租了半年 江森海一直没有想好具体做什么 周围的邻居都替他着急 这老江怎么拿钱不当钱呢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 我都不敢往南走 这几条不同 因为每天走过去是空着的 我都不好意思 好多人在说我 包括我翻动的 每天打电话 你在干嘛呢 一天 江森海上网查资料 一家美国的T恤山网站 引起了他的注意 网站里卖的T恤山 让老江心里一动 他终于找到了灵感 自己这些年收集的物件和图片 正好可以印到T恤山上来卖 这个创意让老江兴奋的手舞阻导 你就把这样的东西放在T恤上 然后你就告诉北京的人 中国的人 外国人 你就让他们看 中国会什么样 北京会什么样 你想的会什么样 得到了妻子的赞同与支持 江森海立刻打点相关事宜 他找来了加工工厂 找来货源 小店就这样开张了 他给小店取名叫做窗壳贴吧 窗壳贴在英文中有三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名词窗壳贴 第二个解释是动词贴东西的意思 这层含义正好符合老江把照片印在衣服上的创意 第三个解释比较有意思 是喝酒喝到烂醉 老江说自己喜欢喝啤酒 所以这个词语对于自己的小店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江森海这个中国通还选择了数字八 预示着大吉大利 在中国 T恤山是拿来主意的 那个年头在北京 T恤山还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 江森海的窗壳贴T恤山一经面世 市场竟然出奇的好 大家都喜欢它T恤山上精味十足的图案 尤其是一些国外的顾客 甚至大量的跟江森海订货 这下江森海可乐坏了 这下您彻底看明白了吧 原来江森海的窗壳贴吧 是卖T恤山的一家小店 那段时间老江每天数着赚来的钞票 估计乐得嘴都喝不拢了 他哪想到生意会这么好 这可真是乌心插溜溜成音 这边老江美得找不着北 那边妻子劳拉却发现 生意这么好 我怎么这看不着钱进账 有一天我老婆就查我 她说你不是说三个月就赚了多少钱吗 我说是 她钱到哪去了 我说我不知道 我全给缓了 原来爱玩的老江见生意好 高兴起来没了边 今天请客 明天交游 没几天的功夫 店里赚来的钱就被她挥霍一空 然后我老婆她会从影响给我钱 你看看 让人管起来 这老江按她的花法赚多少钱都不够花 好在妻子这么一提醒 老江现在花钱比以前客制多了 慢慢的 小店也逐渐走上正轨了 国内国外的订单是一天一天多起来 眼看着生意越来越稳定 老江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些 出去走一走 找找林 这一放松不要紧 出娄子了 怎么回事 广告之后咱接着说 欢迎回到财富故事会 听王凯接着跟您聊 咱们前面说到 窗可贴吧的生意走上正轨 江森海又开始琢磨着自己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 于是他想把店铺交给店员打理 自己应该背上相机出去寻找新的创意 也好为小店下一步发展 打好基础 我就喜欢自由 一个人出去三三步 溜达溜达是我 这是我最喜欢的 去找什么图案 有意思的东西 我一般走路的时候 我的创造力是最好的 因为走路的感觉特别自由 一天早上 江森海照例吃完早饭 背着相机出了家门 可是路过店门口的时候 他发现大门紧闭 江森海意识到 这个店员不辞而别了 这下老江抓了家 店员现在是一走了之 眼瞅着顾客就进了店门 老江只得亲自上阵当起的店员 一天的生意忙下来 老江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几瓶啤酒下肚 这个南螺谷像著名的杨侃爷 很是郁闷 我一看这个女孩 我觉得她也 人也应该挺好的 她也不容易 所以我就给她这个机会 说起老江招的这个店员 既不是朋友介绍 也不是劳务市场推荐 就是老江在大街上偶尔遇到的 一看人这可怜就带回家来了 这老话说的好 画人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您路边请来的店员 那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连个招呼都不带她的 您说哪有不了解背景 就直接雇店员的老板 这老江独一份 要一般咱们来讲 绝对不会 他今儿找一个 你给我找一工作 我就敢用你 不可能 江森海这才开始 仔细回想当天的情景 原来店员出走的前一天 老江好像批评过他 还有以前下午 我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在那 然后他 我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什么什么的朋友 我说他呢 他在出去买东西 我说是 我说是